各年度,所以年度要打勾 然后再来就是产品类别 因为我想要知道哪一个产品在哪个年度里面呢 然后它的什么呢,它的交易额 它的业绩比较好 那这边的话,各位可以发现 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 把勾选部分打勾 那把那个 年度的部分是放在 蓝的部分显示 把这个地方年度 然后呢,产品类别放在那个列的部分显示 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哪一个年度 这个哪一个产品 它在哪某一个年度里面 它的这个业绩销售状况如何 是增加还是减少,其实就比一目了然 OK,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看到的是百分比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最后这个地方都是加总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要是加总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占的百分比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哪边做修改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交易额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我说加总 你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话 那就直接怎么样呢?把加总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个地方按点一下 这个 下轮下的箭头 你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这边的值栏位设定 预设是加总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百分比的话 那有几个方法,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值的显示方式 值的显示方式预设的话就加总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怎么样呢?把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百分比 把它改为百分比 改为百分比之后的话,按一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本来是 这个占的是加总的比例 马上就可以 改变为这个 百分比 我看一下是不是 10的百分比 那这个地方,每一个 蓝位的百分比 改成总蓝数的百分比,按确定 好,确定之后的话呢,那这里就会显示出来 每一个 销售,每一个这个 产品的销售百分比 OK,那这个部分 那当然你还可以 改成其他你要显示的状态 这边有蛮多的,可以让各位去做一个 变更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是 第12个问题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13个问题 第13个问题 第13个问题呢,老板又问说 能否将这个 上表改为年度跟那个 营业处的 营业额百分比 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几个资料 但第1个,我们需要年度 跟这个营业额 营业额 再来的话呢,就是它的那个 交易额 整个 12 这个地方打勾 这个把它打勾取消 再来就是这个 交易额部分 那这里的话呢 呃 原来有取消的 这个地方当然 刚刚我们有把它取消 比如说刚刚有取消的中区跟中区 不过你这个地方可以从筛选的这地方把它再打开来 然后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问题的第13 可以看到这个营业